好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数字 中国真的已经失去了美国的市场 因为两国的贸易 既然已经下降了20% 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而这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还有现在美国偷过同行员 第一个是美国自己本身 美国制造业要回来 第二个我在北美贸易协定里面 把加拿大 墨西哥拉进来 再加上印太的供应链 也就是友岸的供应链 三个三成的夹杀 真的把中国排挤出去了 你说这张照片 当前的目前中国的难处是什么 内忧外患 内忧是什么 有这么严重吗 内忧是什么 习近平不懂经济乱搞一通 再来外患是什么 美国现在要排除中国的供应链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知道从2018年开始 打这个中美贸易战开始 到目前为止五年过后 才终于开始看到成效 我们之前就讲供应链是个漫长的过程 你看看今年第一季 中美贸易额下降20%到1385亿 这什么意思呢 它已经排到第三了 中美贸易过去是美国的第一名 现在已经排到第三 落在墨西哥跟加拿大之后 而且下降幅度是相当相当快速 所以它 而且对中国来讲 中国今年五月的这个出口来说 下降了7.5 进口也下降了4.5 保护这是什么 这个数字我看到我都完全惊呆了 为什么 去年大家忘记不要忘记去年这个时候 中国上海是在风控 风控 结果人家你今天解封了之后 你居然还下降 所以完全告诉你什么 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熄火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比风控的状况还下降7.5 进口还下降了4.5 对那就讲嘛 外话里面来说 美国现在打造三个同心园 一个是美国为本土的这个同心园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加墨西哥加加拿大的一个同心园 另外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 只是中国不是这个供应链 它在外面的另外一个同心园 另外一个同心园把它围起来 所以三个同心园的这个供应链 完全取代中国的这个供应链 所以对中国来说 它现在面临到什么问题 外面人家开始抽干你的这个经济的火水 把你的这个出口订单完全拿走之后 可是问题是习近平还在里面 根本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搞经济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经济是完全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真的会陷入所谓的 日本失落33年的格局 大概从今明年开始展开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搞了一个印太策略 美国搞了一个黄金钻石交叉网 我来包围中国 那个是外交 是军事的 你说更可怕的 它是有三个同心园 要吸干中国的血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过去美国的出口第一大港在哪里 在洛杉矶港 因为洛杉矶很简单 它就是跟中国互相往 可是目前为止 美国第一大出口港已经不是洛杉矶港 是哪里 在拉雷多港 可是你看拉雷多港是港口吗 不是 它其实是个内陆 它在这个地方 它在美末之间的边境的地方 它是个内陆港口 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因为 因为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相当的大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港口 所以我们之前讲什么印度 我们之前讲的越南 我们之前讲的东南亚 泰国 印尼这些地方 其实都不是 真正取代中国的 对 是墨西哥 对 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实际上墨西哥现在已经变成是美国的第一大人 这个进口的这个伙伴 要同时 拉雷多港来说 较去年上半年成长的约莫是14.3% 好 那我们仔细来看 因为美末边境来说 这个就是要进出拉雷多港的这个边境 你看 非常多的货车在那边来来回来来回来往来 尤其是很多都是要进入美国的这个货车 是非常非常多 好 不只这样 在拉雷多港那边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车道 他们现在已经车道完全不够 他准备要再把车道 原本有八条车道 宝贤 八条车道是完全 你看 你可以仔细看 这八条车道完全都是满的 就没有现在说 我们不好意思 我们要直接把它增长到 另外再另外一个桥 一共有16个通道 那不只16个通道 我还要再加什么铁路都还要再进去 所以显见 这个美国跟墨西哥 这个拉雷多港的这个吞吐量 未来会更加暴增的一个状态 我们前程讲过 你陆上的吞吐量跟海运是完全不能比较 可是没有想到 美墨边境现在 它的这个拉雷多港的吞吐量 竟然比洛杉矶 现在中美之间的吞吐量 用海运的高很多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很简单 因为如果过去 如果你真的从中国买东西来 然后来到这个美国之后 至少要两个礼拜 但问题是你从拉雷多港 这个买东西之后 进到美国 24小时之后就能抵达 所以对美国来说 我如果成本差不多的时候 那我就宁可在墨西哥生产 所以等于是这个条件 让整个拉雷多港 或墨西哥 整个变成是现在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 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就墨西哥了 好 那刚刚讲到的 你现在 不是只有一个墨西哥 你现在加拿大也进来了 你现在是什么 中国周边的这个产业 也全部都进来了 也就是 现在美国就是用 层层的防护 或者层层的分散 取代中国 对 你知道事实上现在 不是只有外国公司到这个 这个墨西哥去 连中国都去了 这是中国的联想 联想都去了 联想在这个地方叫 萌特雷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厂 也是专门for这个 你看就它的标志在这个地方 它做什么 因为它要进到美国去 进到美国去来说 因为美末之间的这个关税 是比较 这个没有关税的 它进去比较方便 虽然它也在这个位置设了一个厂 那连墨西哥 连这个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它也不在美国生产 它把厂移到墨西哥去 目前为止在墨西哥 这个蒙特雷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工厂 甚至连乐高也都去了 乐高甚至连海尼根都去了 所以我才讲嘛 这个土非常有意思 这个土的话就是彰显的 这个墨西哥跟中国 他们消亡美国的这个数量 你看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是领先墨西哥 非常大一段距离 可是你看这两三年之后 开始不断地拉近 你看中国是快速地在往下掉 墨西哥在往上升 所以两个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现在各国都完全 你就说好像取代这个中国 是越南是印度 但是看起来的话 墨西哥的进度 似乎是更快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刚刚讲的 联想都已经去了吗 对 可口可乐也去了吗 海尼根也去了吗 关键是这期金周恩提到 台湾的电子五哥全部去了 对 没错 我们电子五哥呢 就包括说像 英业达 伟创 广达 合硕 人宝 这五哥呢 过去一段时间呢 只有在齐聚在什么地方 齐聚在中国 然后紧接第二个地方在越南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第三个 五哥全部到齐了 居然在墨西哥 那为什么 我们要这个是 英业达的这个工厂 英业达的工厂 他说我们过去在墨西哥的工厂 都是用租的 但是他想说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量太大 所以他完全 他们这个厂已经落成了 保持人 那这个落成来说的话 墨西哥三厂 这个是就两厂的四倍大 有25公顷 等于是一座大安森林公园 这是一座大安森林公园 一个工厂这么大 就像一个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 那没错 他里面来说 有非常多的这个伺服器的 这个主机板那些产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未来拼AI对不对 拼AI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非中国制造 所以他等于在这个地方生产 可以快速的销到美国去 那不止这样 连伟创也都去了 伟创就说什么 他就说我们的 我们现在这些土地 我们是要买下个十年用的 也就是说他现在 要看的是下个十年的这个状况 包括说合作也都去了 包括广达也都去了 广达是for这个特斯拉 那这个合作呢 他也是要做特斯拉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主机板 所以他现在全部五哥 他们现在最热门的地方是哪里 是墨西哥 Amigo 他们准备要去那个地方 大局的投资墨西哥 而且 伪装全球制造的总经理 赖玉民他讲 他去了以后吓一跳 他说电子五哥的总厂长 不是一般人 总厂长 现在齐聚墨西哥 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 盖的厂都是相当相当巨大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对中国来说 重伤多严重 其实美国是有步骤的在做 第一招他是回归到美国来 他当时是吸引高端的制造业 回到美国去 美国再度伟大 包括说像半导体这些高端 你可以回到美国 但是第二个就是 转移到墨西哥去 转移到墨西哥去来说的话 现在我就讲 不是只有这个外国公司 你可以看 在这个墨西哥的工厂里面 最右边还有一个中国的国企 你说还有很多中国国企 中国厂商都来了 目前为止 根据墨西哥的统计 有1300家的中国企业 在墨西哥投资 非常多啊 海信啊 汽车林组建的富澳 银轮啊 新座标 一大堆铃铃口口 他们也都在这边投资 为什么 他们也知道说 糟糕了 如果中国 中国供应链真的不行 我也要往外 也就是我在中国生产 我挂上MED in China的时候 我是出不去的 所以他们也是 到墨西哥去投资 另外就是说 他们现在就往外面去移动 就是要往这个 亚洲的这个策略 所以等于用三招 慢慢地剥离 中国的供应链 让整个中国的 这个生产供应链呢 几乎是完全往外 移了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中美之间的 整个贸易额下降了20% 那是一个天大地大的数字 还不是如此 刚刚讲 之前不是讲说 你的东莞 你今天很多的洋山港 你都说了很多空货柜吗 那金融那么久 你只要消化掉吧 没有 空货柜依然存在 对 我们就讲 中国经济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讲 中国过去非常重要 就是叫出口 它出口到全世界去 那特别投资 是跟出口两个 绑在一起的 好 就像你看 这个PMI数字 就是我们都讲 采购经济人指数 以50为融货线 中国已经跌到48 还在跌 所以表示 它这个经济没有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空货柜在整个港口里面 都完全都是这样 中原集团 或是什么 浦东 到处全部都是货柜 空货在那个地方 所以 等于中国的出口 是相当相当糟糕 另外 我再跟他讲 一个件事 就是中国的消费 也相当相当糟 消费相当高 糟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 中国大举的 把他们在美元的 定存的利率 把它下降了一个percent 为什么下降了一个percent 我们就跟他讲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都觉得很奇怪 我不是禁止让我的人民币 出到外面去吗 每一个国民都不能够 带人民币出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希望人民币贬值 可是你看人民币还是继续在贬 还是贬 贬得你看 长期的这个底部都出来 似乎是还会再继续贬 事实上你常讲 天作孽有可为 对 自作孽不可活 现在刚才讲的 其实中美在 美国在打压中国的时候 中国是撑住的 可是中国有两个自作孽 一个是 你在COVID-19的时候 自作孽 把全世界的信心打跑了 第二个是 他们经济上全部都是草包 我觉得政策完全是完全错误 为什么完全错误 第一个 他想说我现在要刺激经济 怎么刺激经济 第一个 我印钱 印了大量的钞票 我跟他讲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的M2 就是他们货币的量 一直在增加 就是他拼命的印 拼命的印 印人民币 对 印人民币的时候 还做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把利率降低 把利率降低之后 结果没想到这样 因为你利率低了之后 在中国境内的时候 他们很聪明嘛 你中国人民币的利率 2% 3% 美元定存利率4% 5% 往哪里跑 往美元跑 所以在中国境内 美元的定存是大幅的增加 所以为什么人民币 反而还在贬值 因为你外面没有出去 但是中国境内的人民币 需求相当相当大 就是你想 经济为什么起不来 越印越多 越印越多就越跑越多 越跑越多 越跑越多 所以等于是你自己 搬石头在砸自己的脚 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 他对外就说 我现在跟你一带一路的 这些国家 你们现在都没有钱了没有 没有钱对不对 OK 我借钱给你 结果你知道他借他什么钱吗 借美金给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周转 因为他们周转不过来 那中国的美金不是越来越少吗 他们周转不过来 他就只能借美金给你 你快要破产 我赶快借美金给你 那另外一个 即使这些国家拿到人民币之后 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他也存成美金 所以搞了老半天来说 中国的所有政策 到目前为止 是完全无效 所以为什么我才说 中国现在陷入了非常大的麻烦 就是他不断地印钞票 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 印到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经济完全起不来 那请问他还有什么部署 可以刺激经济 好 师傅 我刚才讲的 这次金州官做了一个报导 是现在墨西哥真的崛起 墨西哥崛起之后 现在电子五哥都去了 电子五哥也没想到 他们盖厂的总厂长 现在齐聚墨西哥 而且他不是去一下子 他说我已经在这边 待了半年之久了 可以看说我要长期的打拼 现在讲到鸿海更夸张 鸿海说他根本就要把 等于说我们在郑州厂的概念 整个搬过去 他说这一次台商圈都在传 鸿海在墨西哥准备要干大事了 你看他这块场地 其实你可以发现 扣除掉这些已经盖好的 旁边可以说 几乎都是什么 沙漠荒地 也就是说过去 这边是完全没有开发的 就是一大片没有人要 为什么 因为沙漠地带 你种也种不出什么来 然后这边又人烟稀少 又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所以这边有很大的空地 可是现在这些空地 反而是什么 包括鸿海 甚至包括像之前已经去的 刚刚施松哥讲的 电子五哥 这个伪创 音乐达等等 那现在因为伪创 音乐达 他们是比较早过去的 可能他们已经有二场或三场了 那鸿海过去 其实它是什么 在郑州 河南的郑州 它本来主要在大陆 中国 那当然现在因为中美 不管是贸易摩擦 中美关系是比较低潮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高阶的AI伺服器 要往所谓的这个墨西哥来移动 可能也跟里面的商业机密 科技机密有关系 你说不能在中国制造 我现在不再弄这样的工厂 我一口气招募就要一万个员工 在墨西哥的鸿海的女性的干部 他应该是当地人 叫Vicky维奇 他就说呢 现在这个土地 面积加起来 哇 这个200公顷 怕死人 这个200公顷呢 或许换算成一个大家比较有干练的东西 比如说用大安森林公园来看的话呢 大概就是9座 我们本来以为说你是用印度来取代中国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反而是墨西哥来取代中国 现在不但是我们刚刚讲的电子厂都去了 而且刚刚讲的鸿海的电子厂 鸿海的电子厂 它不是做组装 它现在什么 鸿海的电子厂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面积 因为我要这么大的面积是 我要把整个组装的上下游 全部都在墨西哥整合吗 确实没错 过去为什么大家都在中国大卫族 就是产业的居留都在那里 然后呢墨西哥就说 我大厂过去 可是我的零组件厂商没有过来怎么办 我的卫星厂商呢 对 那我如果说我要改个零件的规格 我电话上面可能跟你讲 都讲半天可能讲不通嘛 但是如果说 现在我把整个卫星左右 上下游的厂商都带去 一样 我驱车半个小时之内我就找到你 我们面对面讲把事情讲清楚 零件要怎么改马上就改过来 而且现在除了所谓的 NBPC伺服器之外 还一个重点 所以说不是大厂商去 是大厂商已经把整个产业链 卫星工厂都带去了 对 这样才搞得起来 不然以前的话只有几个大厂在那里 真的 你如果零组件还从中国大陆运过去 真的旷日费型 好 那另外就是 没有想到更可怕的是 它现在墨西哥已经有全世界 最大的汽车产业聚落了 确实没错 以目前来看的话 你可以想得到的各大车厂 这边有一个它的示意图 你看到像Toyota 福特 甚至包括像韩国厂商 这个KIA 欧洲的这个B&W 日本的日产本田 想得到的厂商 其实几乎都有过去了 那过去主要几个原因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比如说像美国 现在还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那以加拿大 美国还有墨西哥 这个自由贸易协星 他们有一个关税的优惠 但是这个关税的优惠 就是你75%大概接近八成 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去运作 所以反而你把厂 当然我说在美国不划算 美国人工贵嘛 那加拿大也是一样 人工相对贵 而且它的这个天气又非常冷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墨西哥 所以像Tesla 在墨西哥的这个场地 高达24200英亩 哇这个真的是 原来上海厂的20倍大 投资高达100亿的美金 这是Tesla第五座的超级工厂 那另外呢 包括像是这个B&W 或者说呢 像是这个韩国的Kia 还有包括像欧洲的奥迪汽车 还有Denso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汽车零组件的厂商 其实他们都过去的 也在墨西哥目前形成了 一个非常完整的 汽车制造的聚落 好董事长 你这一讲的 中美大对抗 最重要的是两边的脱钩 两边的脱钩 就是刚刚讲 我的产业的脱钩 供应的脱钩 如果现在按照中国这些数字 中国现在太惨了吧 而且中国跟美国 现在是越来越 离得越来越远 现在不但是他们 现在连华尔街的 很多的厂商都 很多都说 我也要离开中国了 如果我们现在谈中国问题 或是中美台问题 这与中国有关的议题的话 从经济面的切入 那只看到结果 看不到这个核心的 一个叫做发生点 一个叫发现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所有的事情 围到一个关键 叫什么 叫政治斗争 他现在你看他这一波 习近平到二十一大之前 所有做者做一件事情 就是八年的贪腐 对不对 打贪成功 反贪 反贪成功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其实在搞斗争 对不对 那斗谁 江派 对 不是江派 就是非习派 非习派 我们在讲非习派 现在没有江派了 就是当时 我们总的来讲 叫做改革开放派 但是邓小平讲过一句话 跟美国人做朋友 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都有钱赚 邓小平还讲了另外一句话 你记不记得 他说我们中国 现在一部分人负起来 那我请问你 这些部分人是谁 红二代 正二代 对不对 那现在在掌控 这些美国经济的是谁 红二代 美国订单的是谁 正二代 这些工厂是谁投资的 这些建筑的 大建商的背后是谁 是这些 你看到的这些老板吗 看到的是马云吗 不是 都不是嘛 背后才是真正的 掌控经济的那支 那个力量 就是所谓的红二代 红二代是谁 红二代就是这一次 习要干掉的人 连续八年干他们干不掉 因为他现在很简单 为什么 习近平现在手术两端 一下杀 一下放 忽紧忽松 一下又变成黑点 一下白点 就干人家很混乱 对 他有点没有混乱过 他打一个对象 他打击对象 从头打到尾 红二代从来没有 红二代就是不让你起来 可是红二代掌握了华尔街 掌握了资金 掌握了投资机会 掌握了生产力 掌握了订单 红二代现在都去哪里了 都到美国去 美国源头都掌握订单一大堆 你打鬼头 对不对 订单不给你 订单到东南亚去了 所以这些红二代 所以不给中国订单 不是只有美国不给订单 是红二代也不给订单 红二代完全跟美国结合了 美国人当初要进到中国大陆 没有跟这个当群派合作 美国人的财团进得去吗 进不去 根本不可能 要有人带路 所以整个核心叫做政治斗争 你要解读习近平的政治斗争 到了上个礼拜 蔡奇事现在是第二把手 还在谈什么 入心入老 入心入魂 还有入魂 这种已经到了比吹捧个人崇拜 已经超过毛泽东的等级的事情 在二十一世纪干得出来 为什么 很简单 表态嘛 大家拼命要表态 在比政治表态的时候 谁管你经济啊 谁管你汇率啊 根本没人管啊 老百姓怎么办啊 老百姓 韭菜谁管啊 不怕老百姓造反吗 中国共产党怕过老百姓吗 没有吗 老百姓你看过共产党执政70年 老百姓有造反过吗 没有 有内部高层造反 高层几个人 十几个人吵架 他就给你搞个文化大革命 死了上百万人 多可怕 共产党的残忍啊 全世界少有的残忍啊 我问你嘛 文化大革命怎么来的 就是刘少奇 就几个人吵架而已啊 打倒刘少奇 吵架有没有超过十个人 没有 结果死了多少人 死了百万千万嘛 他是干这种事情 是个非常残忍的政党 你了解意思吗 不关心老百姓死活 老百姓是韭菜 而且你看到没有 这一波斗的对象 还是红二代 就延续了 还在斗 高层 因为红二代四十年 累积的财富 跟力量在哪里 现在消失了吗 没有 还在嘛 他存在嘛 他在等嘛 等谁 等你他下台嘛 我怎么等 跟你干下台 你记得我们 在一两年前讲的 Longer Telegram 他讲很简单 就是跟美国结合啊 跟华尔街结合 把你干掉啊 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美国从来没有想过 要换政权 要换共产党执政 共产党继续执政 但是实际 习近平下台 对 习近平下台 所以这个才是 习近平面临的困难嘛 而这些订单 这些美金 这些美金 你现在讲的 所有这些老大 老板是谁 老板的背后 老板现在都上台面了 都当美国人了 现在三小平的孙子 都当美国人去了 对耶 他把他跟你公开 跟你干啊 他怕你啊 对不对 所以最后 你现在你几岁我几岁 对不对 他们一定在回头的嘛 对 所以这个政治斗争 才是问题的核心 才能解释为什么 奇怪了 首属两端 一下这个一下那个一下这个 搞得很不稳定 为什么习近平 就不跟美国妥协 为什么他这时候弱势 敢叫他战斗机 他兼25 去撞你的这个 撞你的侦察机 天息一三五 这个你就会不可思议嘛 怎么会这样子 他不是嘛 他跟你讲 你不要这 对 这边搞完了 回去国内杀人啊 他不跟你美国斗 他在国内怎么搞竞争 对 怎么跟你搞紧张 也就是 我养大了经济 这些人赚的钱 也不是到我口袋 是到红二代口袋 这样四十年了 都这个力量非常庞大 不会因为他这几年 打贪腐就给他打掉 没有嘛 存在的嘛 那些人现在我刚刚讲 都变成了华裔美国人 都变成了 你们看不到嘛 就是在俄罗斯叫做什么 叫做寡头嘛 寡头 现在在这个 在中国的政坛上 如果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政治斗争 引起的 所有一切的现象的不稳定 才是真正问题的核心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掉的话 他的经济 永远一直在里面 绕来绕去绕不出来 对 之后 真的像吴董所说的 所有 所有拼机不重要 政治斗争才是本质 对 没错 事实上回归到这个 一开始的这个 邓小平的路线里面来说 他们其实刚开始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如果你是红二代来说的话 你一部分人你要去重商 要么你就重政 重商跟重政是把它分开来的 所以 所以习近平他一开始打定主义 他就是要重政 那重商那一部分人来说 像王军或是邓小平他们家族 有些人去重商 所以他要求了红二代 你就把它分开来 分流了 重商是分开来 可是问题是搞到最后来说的话 宝剑 重政的时候最后来 敌不过重商的啦 因为重商的 你有金钱的公事啊 你看 为什么这个习近平 为什么后来要一直不断的 反贪腐 不断的砍 因为那些重商的 他们已经腐蚀到 这个政治里面去了嘛 连军队都进去了 军队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之前的资乡金区 不是有杭州省的市委书记 他还是被 这个杭州省副市委书记 已经被马云都收买了嘛 被马云收买 他那时候不是说 他去参与这个 蚂蚁金服的 这个抽签案 他不是还有回扣吗 那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搞了很 老半天是 其实你也知道啦 因为中国发展经济之后 那些所谓的 这个商业界 他其实 因为他们也是红二代 所以他们其实是 变成是两个身份 一个是红二代 不只是 他有这个政治的身份 他有商界的身份 这个力量当然会压过 压过习近平嘛 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 你看 从江泽民一直到胡锦涛 为什么没有影响 因为江泽民跟胡锦涛 他们绝对不会跟 红二代去对抗 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们就根本都不过你 所以没办法 你看 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 里面来说 你看江泽民或是胡锦涛 他们本身都比较弱势嘛 那控制不在他们身上嘛 我不许讲江派江派江派 江派 江泽民还不是老大 江泽民当然 他是里面的其中议员 但是里面的成分 是相当相当复杂嘛 那搞到最后 习近平他想要全力集中 他要怎么做 他当然只有把那些 所谓拥有政商两期的 这个政二代 把他打倒嘛 可是问题是 他们的商业利益盘跟挫节 你要砍掉 砍掉他们的政治实力的时候 你就要砍掉 他们的商业利益嘛 那砍掉之后 当然会伤及到中国的经济嘛 所以我也蛮赞同 这个吴子嘉董事长讲的 他如果真的 一直这样不断地 把政治无限上纲下去 来说中国经济 当然是绝对不会好 而且会的 现在要打压中国的 已经不是只有美国 连欧盟都已经丢出来说 要全面禁止使用华为设备 华为还可以喘一口气 就是我在欧洲还有商机 现在欧洲都没有了 对啊 现在就是欧盟通过一个 最新的一个核弹级的制裁 什么制裁呢 我们都知道之前立陶宛 因为跟台湾开始恢复一些 往来的关系 结果中国就制造了立陶宛 就这件事情 引起整个欧盟的一个愤怒 所以经过一年的一个讨论之后 他们现在决定 就是说对于这种中国这样蓄意 针对我们欧盟的兄弟们 采取一些经济制裁的呢 我们现在要反制 而且日27个会员国呢 都决定我们可以这样做 怎样做 第一个我们可以对中国采取 课征新的额外的关税 第二个我们可以限制中国 来到我们欧盟这些国家来投资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禁止公部门 来他们取得我们公部门的合约 然后呢 这取得公部门合约里面 其实就跟华为 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过去其实你看那个图里面 真正禁华为 在欧盟国家里面 只有红色那几个国家 那一大片绿色的都还是 只有这里进华为 对 它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对 那么多空间 尤其是绿色这一整片 大家都认为说 其实华为就很好人 为什么不能用 所以大家还是想要这边用 所以现在这个禁令一下去之后 未来27个国家 真的有可能就全面性的禁止华为 就对华为来讲 剩下了一口气 可能也被抽干了 那这个对于中国经济来讲 当然是会产生 很大的一个影响性 然而对中国他们自己本身来讲 你知道他们认为 经济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 在失业率 尤其是青年人的一个失业率的问题 他们现在讲 他们就说 我们当然有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光是疫情三年以来 大概就有1500万名的一个高中毕业生 或是大学毕业生 是找不到工作的 第二个是有 在16岁到40岁中间 有10%的这个是 本来是你有工作的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被lay off就没有工作 这些人大概有2500万人 另外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风控 所以经济活动减少 有一些农民工都陆续回到他们自己的乡村去 而这些农民工从都市离开 回到乡村的年轻人 也有1400万个 所以他在哼哼哼算下来 天哪整个中国估计有5400万个年轻人 现在是处于一个失业状态 他们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 才是他们整个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 甚至有可能会变成是 国安的一个问题 就变成维稳 人家没有工作了 要吃饭那你怎么办 所以你知道现在中国很荒谬是他推出一个什么的吗 所谓的灵活就业 什么叫灵活就业呢 你去送个Uber Eats 他也把你算就业 原来全世界各国对于你是失业或不是失业 他有个标准 大部分国家是你一个礼拜工作10天 超过10小时的话 你就不算是一个失业的人口 结果中国是一个礼拜你只要工作一小时 你就不算失业人口 虽然他根本是用这种方法在美化数字 那现在你知道中国开始想要救失业 已经到达了什么吗 他竟然开始讲说 我们有很多一些晚上经济 夜间经济 像什么 摊贩 所以他现在竟然开始卯足全境 城管变好人 帮你摆红地毯 你说李克强的地摊经济回来了 回来了 他们现在这些城管竟然还帮你铺红地毯 有没有 这个城管 开始跟你讲说我们就认为了 这个其实 对 和颜月色了 对 和颜月色 而且还帮你带来一些人潮 这个是河南的新乡城管 他帮你摆摊子 希望你可以这样子 你也有一点 你看 有没有 城管拿 以前都是拿直接超家伙 宰人 砍人的 就是现在竟然是帮你摆摊子 而且有的像许昌 他还会帮你铺红地毯 帮你弄桌子 帮你弄椅子 然后他们就说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 中国繁荣经济的一部分推手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们 协助你们 结果现在很好笑 就有学者就直接讲到说 看起来中国高层确实找不到比鼓励年轻人 更好的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法 只有一个什么 就叫你摆地摊 所以现在整个摆地摊 竟然是中国帮年轻人找经济出入的唯一解放 在中美对抗之下 现在美国等于说 我的手压力越来越大 欧盟也进来 但中国最核心的问题 居然是它内部斗争 对 内部斗争的问题之外 另外中国的财政问题 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你看到三年的风控 对它的经济状况 财政支出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现在传出一个东西非常严重 我们通常讲说 中国人讲的是什么 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结果你看到现在 教育部竟然缩减2023年的 这个预算支出 将近减少3.7% 也就是说 大概它支出的1026亿 连教育都要省了 省的时候就怎么办呢 你想想看 所有大学 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靠政府的补助 那这个钱没有办法 政府补助不来的话怎么办呢 只好从学生开始要 所以你看到现在所有大学 上海的四川的 还有很多北京的地方 这个公立大学开始涨学费 那个涨学费不是说像我们涨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这种 它一次给你涨百分之三十 涨百分之四十左右 所以你看到上海这个理工大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它的理工科的 理工科的这个学费一年 竟然将近七千七百块人民币 你想想看七千百块大概 整个台币是三万多块 那台湾大学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学费也大概只有两三万块而已 那为什么他们的薪资所得 并没有比我们高啊 没有比我们高的情况之下 他的学费竟然还那么高 文科的将近有 将近也是大概只有六千五百块左右 那也就是说 那中央之前是很便宜 一下涨到七千多块人民币 就涨四成涨五成的概念嘛 那对他们来讲的话 当然学生复合不了怎么办 只能放弃从这个就学嘛 回到乡下嘛 或者是所谓的知青下乡的概念 就其实还符合习近平的这个认知耶 他希望说这个年轻人 不要再往都市走了 你刚刚留在乡下服务 这或许还是习近平心里想要的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所有大学四川北京 所有大学都产生这样的严重问题 那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就形成人才培育的问题 人才培育的问题 学费全面调照 对又影响到产业结构的问题 所以整套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的经济内部 其实是一团乱 所以说要不是无路可走 怎么感觉 大幅的调学费 是啊 所以你看到现在 其实中共的前官员 他曾经 这个叫做杨伟敏 他曾经做过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 他提到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七大 所谓的这个希腊难题 包含像市场准路问题 包含只准路不准营业的问题 这个是他提到的 还有融资环境的问题 拖欠债款的问题 监督检查过多的问题 其他东西 其实我说真的 中共的专家他其实大部分都知道 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但问题是什么 决策者的问题 决策者他做了决定 结果对他们来讲的话 其实都往反方向走 然后再来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提到中美脱钩 所以你看到像红山资本 我们前面有提过红山资本 他现在解除 开始解除对中国项目的一个投资 不要说红山资本 摩克斯坦利 还有像这个高盛集团 其实都已经减少了 对中国部分的这些相关的投资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真的是雪上架霜 我跟你讲 新卡获福卡的这个水吧 被炸掉了以后 也说对当地造成生态浩劫 这个对当地造成极大影响 跟我们有概念啊 我想一个水坝炸掉了 什么了不起 所以今天的画面 这个就是在现场的状况 每个地方几乎都被毁掉了 对 没错 新卡获福卡的这个大败被炸掉之后 整个下游的地方 目前是面临到生态的浩劫 我觉得这个生态浩劫多严重 你看我们看到这些画面 包括他们州政府的这个 before跟after 包括说像港口的before跟after 还有沿岸居民的这个前后对照 甚至连这个操场的前后对照 都被淹水了 对这个当地的生态浩劫到底多严重 你看看原本的河道是很窄的 好像这个小河流 现在变成是大溪水 这样往下滚下去 而且你知道我们来看 刚刚那个注意事 本来在地图上看到 它的河流 对 现在很细 宽度差很多 对 完全是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是卫星云图 我跟大家看一下 卫星的这个图 你看过去段时间来说 河流是这样子 然后是比较绿翼的这个状况 就像现在开了之后 你看完全不一样 河流变得那么宽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 旁边开始 这个地貌已经开始改变了 完全开始有很多这个 你看水流足足增加 比这个增加了 大概约莫两三倍左右 好 那对大概下游 到底有多大影响 第一个 目前为止大概约莫 有四万多的居民 要被迫离开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乌克兰说了 因为整个这个 这个所谓水下去之后 约莫估计要大概 一到两个月以后 这个水才会干 干了之后可能还剩沼泽地 如果你真的要渡河来说 难度是增加非常高 再来就是说现在 乌克兰担心什么 他们现在国防部警告说 因为在赫尔松当地 有非常多的这个地雷被埋住 就地雷埋住之后 保险你知道 水淹过去之后 原本在地上的地雷 就会被冲出来 或者说在里面来说 会不会爆炸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都很担心 他说被洪水淹没地区的 所有的爆炸物 到底会被爆炸 这个是地雷 对 他现在都被水淹了 都被水淹了 淹了之后呢 到底会怎么样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现在就评估说 糟糕 现在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为止来说 当地的动物当然都完全跑开了 但是呢 除了对下游的这个 除了赫尔松会有影响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所谓辛卡霍夫卡 它其实是攻击克里米亚 淹水费的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不像现在呢 这个俄罗斯当局说 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 这个克里米亚州长就说 我们这个水没有问题了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当地亲这个基辅了 亲乌克兰说 没有问题 有问题啊 那现在怎么说呢 我们看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这是当地 这个克里米亚当地的水 这也是克里米亚的饮用水 从水管出来都是泥巴 对 泥巴 他说这个容器都已经非常脏了 而且你看 这个水都是这个样子 根本就没办法饮用 他们在那边抱怨 另外一个他们就说 好 我们把水放出来 要泡泡泡泡泡泡水 就你看 整个浴缸的水都是这个样子 甚至还有非常多脏乱的这个东西 这是从水龙头弄出来的水 对 所以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 是不是如同俄罗斯宣称的说 这个我们 这个克里米亚的饮用水没有问题 但事实上 现在克里米亚的饮用水 真的已经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 对于克里米亚 还有对于这个乌南的 造成的这个生态浪捷 到目前为止来说 还是难以估计的一个状况 所以 所以你刚才讲的 这个水坝 比我们的乌山头水坝 大五倍是吧 对 大五倍 这么大 水量真的很可怕 对 你看到 这个是崩塌的这个画面 崩塌的画面来说 水开始往下流 而且你知道 还有什么生态浪捷 我们不要忘记 事实上在它周边来说 以前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地内薄荷周边 有非常多工厂 就现在很多工厂 也都被淹灭 淹没之后 他们现在说什么 他们现在准备了 这个地内薄荷来说 已经完全都被所谓的机油 因为上面有非常多机油 还有一些军事设备的油 完全现在都跟着 这个河流一起往下去 所以不是只有说洪水 它这洪水还夹带了 非常大量的这个毒物往下走 毒物往下走之后 它可能还会再流到 所谓的黑海去 所以这个生态浪捷来说的话 可能要好几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恢复的一个状况 你说 现在这个炸水 炸水坝对我来讲 已经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跟你说 战争没有最恐怖 只有更恐怖 今天它会炸水坝 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 接下来一定会有一连串的动作吗 对 如果你以二战的时候 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 英国当时就发动了这个什么 去炸德国的卢尔水坝 那个卢尔水坝为什么呢 因为卢尔区 是德国重要的军火工业 如果说它没有电的话 没有水的话 那这时候来讲 对它的军火工业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当时来讲的话 英国他就派它的 这个所谓的航空工程师呢 就驾驶了这个飞机之后呢 到了这个所谓的水坝上空之后呢 就丢了一个深水沙带 下去一直运用它的惯性 然后一直到了沉到底下之后 发生爆炸 把那个所谓的下面的这个机体呢 把它爆开成一个洞 所以让它这个水流开之后 这个卢尔的水坝就没有办法用了 这时候对它的军工业造成影响 所以说在二战的时候 等于说1943年那个时候 本来开始整个盟军要反攻了 反攻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炸水坝 对 炸水坝就是一个象征的 一个讯号出来 就是准备要大反攻的一个概念 先把这个敌人的相关的 这个后勤补给也好 或是相关的这个 可以运用的军事制裁也好 来做一个破坏 然后破坏之后呢 才会做下一步动作 比如说后面的洛曼蒂登陆 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一定有它的一个轨迹可循 所以我们知道说 所以说炸水坝从来不是单一行动 是 那所以看到说 这个新卡夫卡的水坝被炸了 代表一个蓄套出来 这个乌克兰到底什么时候反攻 因为我们从春季大反攻 一直讲到夏季大反攻 到底什么时候反攻 乌克兰不是在于是影片那个虚 就告诉你说 全部不要告诉 静默 静默 然后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你说 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动作 但是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水坝被炸了之后 曾鲁斯基马上召开国安会议 然后他开始做全面的部署 那部署的情况不是只有 只有在水坝地区而已 在很多地方全面重新部署 那对这个整个讯号来讲的话 就我们的军事专业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 所谓的大反攻的一个讯号了 而且今天也传出来说 在什么 在乌东提 也就是在俄乌边境的这个地方 他说有很多俄罗斯的军人 他们想 我们怎么办 我们现在是被三个部队 一个是乌克兰的军队 第二个是我们两个俄罗斯的反抗军 现在进行团灭的工作 等于是夹击的概念你知道吗 因为俄罗斯内部自己有反叛军 然后呢 乌克兰又这个进军 然后再加上什么 这个我们之前说的 瓦格纳集团 那内部又有很多的意见 所以他内部第一个不团结 俄罗斯内部不团结 然后再加上 还有这个所谓的 内部的这个反抗军的 这个志愿军的情况存在 所以显然来讲的话 俄罗斯他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部队消失物以物之后 不知道被谁来腿灭掉了 而且他更扯的是 他在亚述海的周边的 比尔江斯克 还有很多地方来讲的话 这些地方本来 现在都是俄罗斯的占领区 那为什么突然间出现了 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部队 爆炸 对 或者是爆炸 或者是说有些 俄罗斯的支援军 那这些就显然是 有这个里外 那个硬核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出现 所以呢这个水库的爆炸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是哦 刚刚讲到的 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寻常的动作是 从ISW他提到说 其实在巴赫木特 都已经开始有进攻的动作了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 这个炸水吧非常不寻常 因为在这个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之前不是说俄罗斯控制吗 但是根据这个ISW 他们这几天获得的情报是说 这个乌克兰军队 已经往这个巴赫木特去前进 而且获得了重大的这个进展 所以他认为说 在乌东战场上面来说 一定可以开始有出现一个 反攻的这个态势 好 可是问题是 宝杰这个有意思是什么 我就说现在 这个俄罗斯的说法 跟乌克兰的说法是截然不同 我们要炸水吧 大家都说是你炸你炸我炸 但是在这个乌东战场上面来说的话 目前为止 ISW说我们是反攻的 但是俄罗斯国防部是什么 没有 我们先殲灭大局的这个 1500个人把他殲灭 1500个 对 而且把他击退了这个俄罗 击退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军方 你看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长就说嘛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以巴赫木特为中心的这个 所谓敌对的这个 往前进 他说我们已经控制了 这是乌克兰的说法 但是俄罗斯说法是这样 结果你看普里格金出来打脸 网克兰的负责人 对 俄罗斯国防部说在两天内 杀害1500名的这个基辅士兵的说法 是荒谬的科幻小说 他同时在说 打脸俄罗斯国防部 对 他同时在说 如果你真的这个 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我们已经消灭了五个星球礼上的人 所以他完全是这样 而且西方人是在说什么 事实上在这个所谓 这个巴赫木特这个地方的破口 他说普丁士兵所部署的防御公式 可能比想象中更加脆弱 所以如果你由这一点来说的话 你就知道说你看 现在我们整个看 整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面来说 乌东战场来说 现在目前是乌克兰 虽然俄罗斯说我们歼灭你 但是是这个西方世界都认为说 他开始要打出一个破口 另外一个在什么 在乌南的这个地方 之前我们不是说在赫尔松 或是杂波罗都有两个 所以为什么这时候炸掉这个 就显得非常的格外不寻常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甚至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破口在什么 乌南这个地方 叫新沃涅兹克 新沃涅兹克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从巴赫木特 然后新沃涅兹克 然后四方 我原本要四方攻击啊 所以这个新沃涅兹克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乌军已经开始在轰炸 轰炸这个俄罗斯的坦克啦 然后轰炸这个 目前为止瓦解你们 目前的这个攻势 所以这样 实际上原本在乌东战场的上面 前进非常快 如果假设 在乌南战场也前进的话 那是不是会让俄罗斯 前后遭到一个夹击的这个状况 那你根本不用讲 我们自己家里面来说 目前为止也是遭受到攻击啊 好 那我就讲 其实目前为止除了这个 我们刚才讲到乌南战场之外 杂波罗勒也是这样 事实上这个还没有炸掉 你说杂波罗勒现在是俄罗斯控制 对 也被反攻了 还没有炸掉之前来说 其实你看 事实上乌克兰也开始往这边前进 也就是他准备要前进到 这个杂波罗勒这个地方 他就说他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他要切断亚述海 跟这个顿内兹克这个地方的这个连接 所以你要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全军在往前推进哦 他们在乌东战场上面 这个巴赫木特 然后在这个乌南战场上面 跟杂波罗勒这个地方 开始在全速前进 准备全速前进的时候 刚好遇到这个被炸 所以到底是谁炸的呢 其实如果你从这一分析来说 你可以慢慢地把事情真相 看得越来越清楚 所以总统长 现在在乌乌战场上 真的有那种不寻常 真的有三宇玉来的味道了吗 这个已经是开始要大战了 不是三宇玉来 把血罢都炸了对不对 它影响了多少人 所以水罢炸了 这是一个讯号 它水罢炸了 后面一定要有军事行动 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什么 那一定是 如果俄罗斯干了这个事情 那一定是俄罗斯要采取主动 你刚刚从那个画面上 我们看到了 整个这个地略博核 沿过的那个河岸的宽度 已经整个变成 变坏了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你就是说 你在这个赫尔松部分的 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原来准备的地面攻击部队来讲的话 就因为地形地物的影响 对啊 你就会这个 你的攻击计划就要重新修正了嘛 那修正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对俄罗斯方就有多余的空间呢 因为 要倒天地降法 天是天使 地是地利 地利改变了 就改变站不住了 所以他已经改变了嘛 对不对 改变了 然后你再来 第二个问题你要注意 大家都懂嘛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 整个这个作战里面 有一个先天上的一个 先天上的问题 大问题 双方都遭遇到的 就是乌克兰的面积太大太大了 你光占土地没有意义 占一个城市 占两个城市 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当时 当时你说这个 所以他们 你才说要把友生力量给消灭掉 对 所以关键在友生力量嘛 关键就是要捕捉敌方的部队 才有意义嘛 所以俄罗斯如果这次发动攻击的话 他一定有特定的战略的标的物 比如说有高价值的标的物 或是部队的处力在哪里 他去捕捉这种处力 他才会做这个动作啊 你说站一个村庄两个村庄 根本没有意义 他面积太大了 你可以站 你就跟以前我们 就跟这个中国的八年空间一样 空间换取时间 空间换取时间 把日本军整个拖垮掉了嘛 所以你的作战线太长的时候 你的后背的力量 你的整个的这个部队的运捕 通常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这个动作的后面 理论上来讲的话 应该要发动一波攻击 攻击然后捕捉到乌克兰的处地部队 这个才有意义嘛 所以如果这个没有的话 那就是表示俄罗斯部队很差嘛 但是我们所以这两天观察嘛 应该要有一场大战的开始 才比较合理啦 因为他否则的话 这整个做法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再看两天 昨天我讲说看两天 今天看又比昨天清楚啦 这个做这个动作 这个炸堤的这种炸霸的动作 应该是属于俄罗斯的一个战术行为 那这战术行为的后面 一定有一个军事行动 那军事行动在什么时候展开 不会拖很久啊 他已经他得逞啊 他马上就干了嘛 所以我看就住这一两天了 而且我们常常讲 在战争里面是为而兼之 你到底要知道为什么 你到底是要兼什么 这很简单 军法我们用兵之庙 跪在哪里 就是在洗一洗嘛 surprise嘛 但这是不是一个给大家 全世界一个很惊讶的成果 surprise的效果已经达到了嘛 达到之后下面要干什么 他一定是在掠夺一些新的东西在手上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他有一个 什么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在这次二物战争 学到的是什么 能源的掌握非常重要 你能源如果掌握在对手 手里面你大概就挂掉了 而今天大家对民进党最不显的是 你一天到晚要抗通宝台 你说要保卫台湾 可是台湾最绕的能源生命线 你居然用最脆弱的天然气 那我讲说你核电的部分呢 对因为你知道战争到最后 最能够持久的是核电 没有 那我觉得现在讲得更重要 如果真的没办法 我们再来启动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子吗 核电是你只要启动就可以启动的吗 好吧 就跟能源这个问题 用电这个问题是我们中华民国 是我们台湾的国安问题 民进党的发言人张志豪 今天跳出来他骂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他开始在重视 能源的问题 他是总统参与人 结果张志豪讲说 你侯友宜不懂啊 我们台湾根本就不缺电 他说台湾根本不缺电 讲完这句话说似曾相识 迪迦夫 蔡总龙讲过 至少三次台湾不缺电 然后呢 把这个今年啊 你看到4月18号 4月6号4月20号 4月是很热的时候吗 不是 7月8月才热对不对 现在才6月 已经有好几次都跳成黄灯了 黄灯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要绿灯以上 就是倍转容量要10%以上 那你都已经达不到的时候 到底台湾缺不缺电 其实基本上就跟你讲 用电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情况了 他不缺电 但是到处跳电啊 产业界 那前两天连 南科都要跳电了 产业界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事情 南科他跳电6月11号 为什么 因为他降压 可是你要知道 对我们来讲 降压可能就是 一下子降压过去 电器可能收到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但是对于像台积电 对联电 还有这些封测大厂 他们非常严重的损伤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他直接 在这个降压过程当中呢 其实已经造成在过程当中 他有生产线 有一些东西都直接就抛弃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用了 像联电他说 在那个降压的那段期间呢 直接报废了 因为他必须要开机重开 关机重开 而且呢 他那个过程当中 所做的这些东西呢 直接把它丢掉 那封测大厂也是一样讲 因为受到影响 很多的产品直接报废 他只是降压 就受到这个影响了 那我们要跟大家讲 华杰哥刚刚说 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刘德映董这样讲什么 记者问他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他说什么 他是笑哦 他说我们只能相信政府 不缺电 他讲台湾政府看到 他们认为我们是够的 是台湾政府说的哦 不是我说的哦 我们只能相信哦 政府认为我们够用 可是对产业界来讲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 充足稳定的链 这个台积电还需要绿电 因为绿电他们 他们以后的2050 要全部用绿电 我们台湾绿电够不够呢 那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刚刚保洁哥在讲 为什么赖清德这个话题 讲完之后引起大家的讨论 因为那一天台大学生是问他 一旦两岸如果发生战争 显然这些学生非常了解 台海一旦封锁以后 根本没有天然气 没有天然气 你说没有天然气 直接动核电厂怎么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用电 还是最重要的国安问题